早上睡在芒室廣場路邊的停車閣裡面 然後早上起來發現哇 超級熱鬧 感覺是這邊觀光局他們舉辦的活動啊 有很多不同的團體穿著少數民族的服裝在路上遊行 那邊就潑水夾啊 所以說有一系列不同的文化活動 你們看接下來還有什麼活動可以看嗎 要做些什麼活動可以看嗎 這就是最後一系列的衣裳 在吃的是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今天晚上想說 嘗試一下他們這邊手抓飯 然後搜尋一下發現 我父親大概走了五分鐘就有一家 所以就來試一下 就之前在台灣有吃過一次手抓飯 不知道是哪一股的料理 那次吃的比較大份 那次是大概六到八人份 那種大盤的 我們今天剛才吃的是單人份 比較小盤 它中間是肉圓米飯 然後上面有一根排骨 有兩根排骨 然後旁邊有大概六七樣菜 那菜是有一個是豬絞肉的 然後一個是兩半雞絲 其他都是不知道什麼菜 其中一個菜一樣吃起來 跟昨天吃到那個苦薩一樣 有種台灣檳榔的味道 那我昨天上午搜尋一下 台灣檳榔 中間會切開 然後夾一顆不知道什麼 它是老藤 老葉也可以吃 所以我想說那個就是他們有加老葉在裡面 有一股特殊的香氣 然後糯米飯的好處是 比較好抓 那之前在尼泊爾吃的手抓飯 那飯是散的 超難抓的 那種粒粒分離的 糯米的話我覺得隨便抓一團 然後很容易跟其他菜車夾在一起 就像飯糰一樣 方便 然後剛才隨飯附上一小碗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我想要是不是吃完飯之後 給你洗手用的 那一個就問一下 不是 那個就是雙湯給你喝 我感覺好像有點實力 萬一人家真是用來洗手的 我把它喝掉 感覺更實力 然後這幾天喝下了一順 但哇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見這家就很純粹的酸味 然後一股 有像藥材是什麼 菜味 還蠻好喝的 然後每道菜都辣辣的 都涼拌的 吃起來非常開胃 我們吃喝的現在 氣溫將近30度 好吃 爽 好 這邊有個珠寶小鎮 滅潑水節的關係 所以有少數民族的舞蹈表演活動 然後剛才活動結束之後 後面停車場牽車發現後面一塊空地 還有一個好像更Local的舞蹈表演 就剛才前面那個舞蹈表演感覺是 那種舞蹈團體然後穿少數民族衣服那邊表演 然後後面這個感覺 好像是每個村在他們自己發起的 所以剛才前面那個都是年輕小妹妹在跳舞 然後後面這個是 其實感覺都是大媽 然後後面這個比較Local 這個感覺好像是呆族的 所以全部的音樂都是呆族的音樂 然後主持人講話 聽起來就是太聞了 然後剛才前面的活動感覺都是 外地觀光客來看的啦 然後後面這個感覺是當地人在看的 所以氛圍差很多 感覺大家都為了連接鋪水節超high的耶 那早明天鋪水節到底是有多high 呵呵呵呵呵呵 好現在在珠寶小鎮的公車站 今天4月11號 這輪鋪水節第一天有一個彩花活動 然後又在一個什麼風瓶彩花場 然後上網看說超多人會去 然後那邊有交通管制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開車過去 我今天有一個彩花磚線 平常沒有這條公車路線 就是早上7點到晚上5點 每5到10分鐘就有一班車 然後其中的站在珠寶小鎮 然後來到這邊 什麼姿勢牌都沒有 然後我問了兩個交警 然後交警說叫我來這邊公車站牌的 然後剛才有一個12路公車到啦 然後我就問一下12路公車的那個司機 那司機就說 有到風瓶啊 但是沒有到彩花場 如果要到彩花場應該都拋車去了 好像文旅局弄這個彩花專線 大家就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我相信等了15分鐘了吧 沒有看到任何一台車 呵呵呵 我懶得自己開車過去喔 我不想要塞那裡 啊 再等個15分鐘如果沒有車的話 我懶得在車上睡覺 呵呵 還是得自己來睡會 好想要塞那裡 等個15分鐘 我懶得去Kazo 也想要塞那裡 好想要塞那裡 然後我懶得去看 擋掉那裡 好想要塞那裡 好想要塞那裡 我懶得很多人 要塞那裡 先被人下塞那裡 好想要塞那裡 你好想要塞那裡 在東京啊 我學底下 露營的方法錄到 什麼地方放水袋裡面 他們早上去採花場 採見花 採完之後就來這邊 維持一下南京 好 好 好 一層採花 等了半個多小時 等不到車 電話去諮詢 因為電話沒人接 不想要算了 不想自己開車過去那邊堵 就回車上睡了一下 中午就跑去盲視廣場那邊 中午就開坡了 非常嗨 就往盲視廣場 一路上往 路邊店家 各式各樣的人 路邊坡 然後不管是走路 騎車開車都會被破 路上看到最兇的就是那種 貨車啦 或者是Pick Up 後面那個貨斗就鋪個防水布 裡面全部裝滿水 像給小型洋師一樣 後面就站了幾個人 路邊潑水 不拿水球亂丟 攻擊力超強的 今天都蠻危險的啦 車子行進中 後面有水滑 人都站在後面 其實如果不小心的話 其實會摔下又怎麼樣 所以路上只要有交警經過 看到就會把他們全部叫下來 如果騎車技術不夠好的 潑水騎在這邊 最好不要騎車啦 路上攻擊的話 沒有什麼在留守的 整桶整桶這樣潑 我覺得是技術不好的話 就累慘了 還有一些更狠的就是 直接把你車攔下來 整桶往你身上淋 幫忙是工廠大 就周圍安排幾十個大水缸 還有水龍頭往裡面灌水 然後大家就在給我玩 但不知道是技術問題還是缺水 也是他們為了讓大家不要太害 所以那水一下有一下沒有 所以大家就這樣潑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又再休息一下 等水來 水來又再害一陣子 然後又再休息一陣子 我就覺得這樣 感覺好像水不太夠 不嗨 所以就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一個歹足小鎮 可是蠻酷的一個地方 就認為打造出來一個歹足小鎮 很像一個購物廣場這樣 然後所有的裝潢啊 擺飾什麼樣都很帶足風情 有點像澳門無影師人那種感覺 主題購物廣場 然後那邊就哇 水無限供應超high 然後現場還有DJ那邊放音樂 大家邊跳舞 你看那邊又有造景水池啊 然後裡面又有養魚 然後大家也不管 水池裡面水來潑 裡面的魚好可憐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近三年沒半了 所以大家這次都期待很久 你說規模很大啊 超high 去路上有看到一些海報啊 像現在還有一些電影拍機啊 什麼的 感覺好像之後 運動越大 有點像泰國S20一樣 上次去潑水其實是在泰國啊 然後我覺得 兩邊人都一樣瘋狂的 你只要上街人就不要想 然後可以桿子身體回家 然後泰國通常潑水結日 一年之中最熱的時候啊 你常常去潑水鞋 那次是去練泉 人間地獄 只要離開冷氣房不動 就全身汗了 然後你只要一出門 也是衣服全濕 就說沒有人潑水也是全濕啊 所以泰國那個 出去外面被人潑到水 超熱的時候潑到那個冰的水 那邊也是非常刺激 像這盲氏這個我就覺得舒服很多啊 就有點熱 然後但是你不太會流汗 然後潑下去爽一下 然後氣溫又夠了 剛好可能過個十分鐘 衣服就乾了 舒服喔 然後今天才第一天啊 然後看他們接下來 現在好像身體好像有不同的活動 那這兩天再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特別活動看一下